明显走红毯发生意外有多尴尬 是真的意外还是微博眼球 被抢吻 被求婚 被绊倒 真的是让我大为担救 颁奖典礼上 刘嘉玲的肩带不顺滑落 眼看着就要走光 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立马去调整 而是等古天乐上台领奖后 又一个转身化解了危机 全程没有一点尴尬表情和任何抢劲动作 难道这就是老戏骨的自信吗 同时老戏骨的刘涛也是在颁奖典礼上意外发生 当天她穿的礼服其实并没有走光的风险 胸前也捂得严严实实 谁知当她话说到一半时 绑在脖子上的肩带突然滑落 此时镜头也刚好对准她 她的眼睛手快为自己把损失降低到了最小 表情也并没有过于惊惚失措 反而用一句 哇 缓解了尴尬 女团出道的吴轩爷 身材外貌就不用多说了 妥妥的仙女下饭 走红弹时披肩意外滑落 露出了一丝漂亮的视野线 随后她反手一个提令 凸显淡定 演员张萌参加精品风格盛典 身穿黑色衣服肩带性感群 上台拍照也就没了一分钟 肩带直接断掉 吓得萌结花如是醋 连拍照的心情都没有了 赶快下一场调整 吴善如香港主持人 与父亲吴宗仙一起走红弹时 礼服一边走一边滑落 不过有困难找爸爸 这一行为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说女儿大了 父亲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确实 吴宗仙也曾多次在大洲面前 亲吻自己的女儿 这样的父爱给你 你要吗 要说走光系列最尴尬的 莫过于孙飞飞了 她走红弹时 后边的主持人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裙摆 直接导致了她的大面积走光 当时有网友质疑孙飞飞的反应 太过于镇定 加上上身多重加固的那一样 很难让人分得清是炒作还是意外 王洛丹曾经在走红弹时突然被求婚 据说她还以为是粉丝 所以礼貌相待 直到这位狂热粉丝拿出戒指 王洛丹开始慢慢向后退 直到离开现场 但其粉丝不死心 又在王洛丹的电影发布会上 趁工作人员不注意 跑上台对王洛丹第二次求婚 同一中年男子 既跟王洛丹求婚后 又去骚扰迪丽热巴 在湖南卫视主持的猪农直播中 迪丽热巴被突然冲上台的 中年男子求婚 此时的热巴一脸不知所措 被身旁的汪涵大张伟等人保护着 这名男子后来也被带到 公安局拣留了7日 不过游戏新闻有发现 在热巴之后参与的活动中 也有看到该男子的身影 依此尾随热巴司机出动 看来女明星配 那么多保安是应该的呀 希望热巴可以保护好自己 薛之谦曾在走红台时 被飞奔上来的粉丝强吻 几经挣扎后 一脸懵逼的老薛 连站都站不稳了 旁边的主持人也是一脸不知所措 最后薛之谦只能表明 希望这不是故意安排的 赵寒英子 在薛之谦被抢吻的同一个活动中 由于天气太冷 直接倒进了红毯上 摔出了历来红毯上的新姿势 随后他被质疑是炒作 这这这 想必此次活动的俩主持人 满脑子都是不理解吧 陈九恩在参加活动时 主持人刚把镜头交给他 他就直接给观众们拜了个早年 随后害羞的他一直捂着嘴不甘讲话 怎么看还有兴许的可爱呢 此前刚当妈妈的景客 在斑角点里走红毯时 由于群身太紧 走路时不小心被绊倒 周围的人赶忙把他扶起来 不过尴尬的是 他手提包里的吸奶器直接掉了 还被热心的男士帮忙捡了起来 随后景客本人也表示 当时真的是长红了脸 看来红毯上的意外 真的是防不胜防的 我的脚趾已经开始施工了 你还知道哪些红毯意外呢 快分享给大家 我们有缘再见